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觉会更吸引我 心理学当中 其实人是有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需求 就我们走入亲密关系 为什么要走入亲密关系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点 就是我希望被看到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 虽然是付费的项目 但是仍然是能给到我 一个被看到的感觉 其实是有一定的疗愈效果 感觉很合拍 就跟角色人物一样 感觉就是 就是我们天生就是一对的 就是那种感觉 游戏里的男生都是优质男嘛 就是通过了解这些游戏 玩游戏我觉得他们能更提高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就是对男生的要求 就杜质那种就是低指南嘛 这样子 关系之前那可能会寻找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法 就我可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毫无冲突 我只要付钱就可以了 仍然能寄托我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目前这个二次元会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原因吧 那我个人对这个看法的话 倒是觉得它可以不失为一种情感寄托 那其实